四年一度的區議會一般選舉就在今天舉行了 投票時間是由早上七點半至到晚上的十點半 所以總共有十五個小時的投票時間 也會等到這個投票十五個小時的投票結束之後才開始點票 據我了解所有的票站都已經開始正常運作 今年的區議會選舉也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有幾個歷年來都是破紀錄的 第一就是今年我們登記的選民有413萬 就是破了這個紀錄 第二就是我們有452個民選的議席也是歷年最多的 另外就是我們今次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有1090人 也是最多的 另外一點就是今年所有的選民都有票投 因為每一個選區都有多過一位候選人 但同樣地今年的區議會選舉也是歷年來最負挑戰性的一年 因為在一個社會比較動蕩 過去幾個月的社會事件的環境之下 我們今天開始的選舉 也都希望能夠可以和平有序地去順利進行 所以在這裡都是呼籲各位的選民 今天就是投票盡公民的責任 也都同時間就希望大家就是 知力去維持我們香港一直以來 有一個優良的選舉文化 就是我們是和平理性 公平、公正和文明、典結 在這個節目裡 今天只會有兩個選舉 紙和文明、典結 也都正在參與 選舉、党、典結 政充、典結 電子、典結 約零結 作詞、允結